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金屬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5月27號 禮拜一 以下就是今天影片 那我們今天影片來講一下 整個大盤的方向 因為像今天的大盤實在是非常的強 就是用非常強來形容 我們可以看到像今天大盤 是漲了238點 因為像上禮拜美股 其實漲了並沒有說特別的強勢 但我們今天一開盤就往上衝 然後指數是漲了238點 而且還是一個價漲量增的情況 那所以說其實以目前的大盤來看 說實在話啦 就是你真的找不到什麼其他 要該住的地方 就只要5日均線還能夠守住 那你真的是不知道說 這個指數要漲到哪邊去喔 那其實在之前就有稍微跟大家提醒過 就是說如果指數只要5日均線 它如果都沒有被跌破的話 那基本上對於這個盤 也不會去預設太多立場 因為像之前就是慢慢的 像一步一步一步 然後慢慢的往上墊高 那所以像是這種狀況來看的話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反正只要5日均線還能夠守住 那基本上盤勢就沒有太大問題 那就是順著這個盤來操作 那只是說談到這樣 今天的族群部分呢 那今天族群其實滿精彩的喔 因為像在今天族群 應該大家可以發現 找盤最強的誰 連發科 哇 你看像今天連發科 連發科的股價今天找盤 是有到漲停板 這種股票能夠漲停板 真的是滿不容易的 那大概連發科漲停板之後 那可以看到像紅海海公公 海公公今天也是漲了5% 那像台積電 他今天反而是比較弱的 所以資金就很明顯會從台積電 然後移動到像是發科 或像移動到紅海這些部分 那其實只要說資金還在這裡 紅海啊發科 我自己覺得就是相對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反正從過去段時間 大家應該就會很明顯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台積電很強 然後時速成長距 然後可能紅海跟發科就休息 然後 台積休息了 然後資金就往紅海跟發科這邊來移動 那所以像這種情況 就是資金就一直在輪動 那輪動到這些個股 我個人也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情況 因為起碼說這些公司 都是未來他是有明顯成長性在的 那所以在資金移動到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現象 總比之前是移動到一些 很奇怪的傳產股上面 就你發現資金之前一直在移動到很奇怪的傳產類股 那當然那種資金我們就會覺得比較不健康 但是像現在我們看到說 資金還在這種AI類股身上 那目前一個針對AI的情況 他也是一個很能夠貢獻營收 然後未來的展望也是很好 那時候就覺得像這種資金 就算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況 那只是說像發科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到像這一份的報告 那這一份是原副的報告 因為像今天其實可以看到說 不管像是發科啊 或像是紅海啊 其實他們都大賞 那反而今天有一間公司 他反而今天比較弱 叫誰 維穎 就你看到像AI的概念股 今天很多都往上 那反而今天維穎是收黑的 那你說維穎不好嗎 其實也不會 其實維穎也不會不好 因為像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說 在下一代GP200的部分 維穎他是能夠出貨的 那只是說在維穎他有提到說 在法術會更正股東會的時候 他在上禮拜五去舉辦一個股東會 那在股東會上面呢 他其實就講到說 在接下來他的AI伺服器就會開始出貨 那只是說大家關注的重點就是在這個 GP200 你的GP200到底什麼時候會出貨 那所以公司他就提到說 目前這亦不亦須的經營當中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大概是 等到第四季可能才會出貨 那當然這個東西 會不會這麼順利出貨 不知道 但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在公司的講法來說 在不管像現在的H100 H200 那或是像是接下來的GP200 那或是像是一些像 ASIC上他們的一些 就是自研晶片這一部分 那維穎都還是能夠出貨 那只是說因為像股東會開完之後 反而今天股價是一個 不能說下跌 反正就是一個小幅修正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那我們就觀察一下發哥的狀況 為什麼講發哥呢 因為像發哥在今天 他也要召開股東會 那你可以看到像比如說在這部分 他在今天5月27號 他也要召開股東會 那你可以發現說像今天不只發哥啦 還有像誰 公寶科 他也要召開股東會 欸現在怎樣 只要召開股東會的那個股價大漲嗎 因為其實我們就去觀察這個東西 像這次發哥在股東會上面 其實大家就是關注說 第一個你的AIPC這一塊 因為像他跟輝達去合作在AIPC這一部分嘛 像是高通可能跟微軟合作 那發哥他就是跟輝達他去合作 那另外一下跟輝達他有合作在整個那個 智慧座倉之外 就汽車這一塊 那另外再說像發哥 他有跟Google去合作開發TPU的部分 所以像發哥我自己覺得他 他應該算是一個蠻純正的AI概念股 蠻純正的AI概念股 因為不管像邊緣運算商機 然後我想自然晶片其實發哥都有吃到 那這部分其實在蠻早之前 就有稍微跟大家提過 就說在還沒有過1000塊的時候吧 印象中好像還在這附近的時候 就有跟大家先稍微提過發哥 那就是說他在AI的商機部分的話 不管是像是在AI伺服器這一塊 自然晶片 那或者是在接下來的邊緣運算這一部分的話 發哥他都不會缺席 那所以說像發哥的股價肩就還算蠻強的 然後是直接創新高 直接創新高 早上跳運動直接創新高 那所以說像回到我們剛剛講 說當資金回到這部分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資金他算是一個健康的資金 那另外看到光寶科 光寶科的股價其實在之前都是尿尿的 那公司他也是在今天要召開股東會 真的是蠻有趣的 今天要召開股東會 好那光寶科他之前很鳥的原因 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說在下一代 GB200 他的電源供應器 主要是誰 主要是台達電 拿到 主要是台達電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你光寶科你沒有吃到這塊商機 那會不會就像其他 原本可能是你有吃到H100 但是你現在沒有吃到GB200 那那個評價可能就被下酒 那光寶科最近比較強 原因在於說像在公司他有去提到說 他在現在 他的藝人的產品 他也要開始開發散熱的產品 好那散熱的產品呢 會在大概第三季的時候 這邊去交給美系的CSP客戶來做驗證 然後他有提到說 可能會在2025年貢獻營收 那所以其實像現在我們剛剛講到說 像光寶科他主要是在 那個電源供應器這一塊 那可是因為電源供應器 他下一代可能沒有辦法拿到這麼多份額 那所以公司都轉到說像散熱 那我們知道散熱他就是一個 一個市場會非常喜歡的題材 反正就這樣跟大家講過吧 就是只要提到散熱 哇那股價先噴再說 那所以說其實像 光寶科跨入這個散熱 當然O不OK 我自己覺得是OK啦 因為我們知道在你從原本的氣冷 然後跨入到藝冷 那這個東西當然他整個產生增加 所以對於股價一定有幫助 那只是說這個東西他到明年會不會出貨 我不知道 只是說因為他接第三季才要去做認證 那如果說假設認證過了 那說不定真的就是可以出貨 那假設認證沒有過呢 那就不知道 那所以說像這種 就是市場上開賭說他可能會認證通過 那這個東西股價他就會 開始先去做一些反應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OK的 那只是說看完發歌 然後再看完光寶科 那你會覺得說 好啦那我們是不是該來看一下 最近的股東會 有誰要召開 好了那像這個表格呢 就是最近要召開股東會的公司 那大家如果要看這個表格的話 只要在Google去搜尋股東會時間表叫 那我們這邊先把圖片放大一點 好那在這邊有稍微幫大家整理一下說 最近要召開的公司主要是誰 像是在5月28號 就是明天5月28號 明天主要像是長榮 萬海 這種重量級的公司 那另外在5月29號的部分的話 主要是像是台光店 2383台光店 或是像是2408的南亞科 或是像是3035的智原 那另外在5月30號 就禮拜四的時候 像是偽創 瑞玉 然後3661的四星 聯電 友達 這些都是大家比較耳熟能詳公司 那另外在5月31號 也就禮拜五的時候呢 哇不得了 紅海要來開股東會了 紅海 人保 然後還有像 紅機 這些重量級的AI相關 那所以說其實在接下來幾天呢 就是因為像我們知道嗎 像接下來可能到6月4號 那Computex大展 那像黃人勳他已經來台灣了 那這幾天呢 然後又有什麼 一些重量級的公司 要召開股東會 所以大家就一定會在股東會上面 會去問說 那你的未來對於AI的展望是如何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去問 在股東會上面 如果你有跨入AI的話 那公司一定會去針對這一塊去做回答 像剛剛維穎就提到說 他在第二季 他已經開始出貨 那在目前這第四季的時候 我預計會刷GP200 那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 在接下來幾天 可能會針對這一些 有開股東會的公司 可能會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樣今天 除了這兩個題材之外 那還有一個什麼 機器人 因為你看像今天的盤面的個股 基線的概念股 真的是漲到一個翻天了 像最近很強的 叫盟利 2464的盟利 那盟利 他就是跟機器人相關 那另外像 紅海集團底下 比如說洪准 像洪准他之前 就洪家軍底下 他們有個之前 他自己有個自己的機器人 那洪准呢 他主要就在做 所謂的組裝 跟製造部分 那另外像是 機器人概念 可能像是洪家軍 像是化漢 他也有相關的提示 那或是像是 在之前 索羅門長最兇的時候 他那時候 長一個所謂的視覺感測 那視覺感測部分的話 像是6166的靈華 他也有 他也有這個同樣的概念 那所以說其實像今天就是看到說 很多公司 很多機器人相關公司 那他都有去 額 股價都有做反應 那只是說在看到這個族群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稍微記得一下 就目前了解到的情況是 機器人 這個族群 他要能夠 這麼快的貢獻營收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所以他比較像是一個 題材性 他認為比較像題材性 就是說 你有題材 那大家會認為說 接下來說不定你能夠吃到這塊商機 那所以說股價 就能夠這樣上漲 那只是說 如果接下來要公佈營收的時候 公佈營收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去留意一下說 這些公司 他的營收數字 可能沒有這麼快可以出來 所以像是在這一篇是那個 永鋒嘛 永鋒他們有出了 他一個什麼 機器人概念股派對 他其實就有提到 像極限公司 像是 像昆穎 然後像是 廣民 廣運 這些比較偏極限公司 那或像是 之前跟大家提過 不管像是核春 或是像是 凌華 那這些也是偏向機器人的概念股 那所以說其實總結來看 像今天盤面的個股 就還是會在AI相關 那所以在我們現在為止 還是會 以這個地方 來當作我們選股的主要範圍 那至於說之後 那越接近 computate的大展之後 那可能我們就會開始去 小心一下說 那這些股票 他會不會有所謂的利多出現的情況 因為我們知道嘛 從上禮拜開始 不管像是微軟 Google 或Chair GPT OpenAI 他們都有去發表新的產品 那另外在於說 像NVIDIA財報上面 他有提到說 在AI的整個情況 那再加上這禮拜 很多公司 都要召開股東會 那所以在AI公司 要召開股東會 大家也會去關注在這一些 那只是說到了下禮拜之後 就6月10號之後的話 那這個展覽開始 那反而越接近這個時間 那我們就比較小心說 有一些漲多的AI類股 可能就比較不會去追了 大概這樣子好不好 好啦以上就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 都有了 我不會再介紹到 HAMED